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无忌敲了脚 对几步外的一名伙计压低了声音 我想购买一些宝贵的东西 这里有没有 他想要知道 黑界神商还有没有做神革精的生意 很多人都知道 神革精八成以上来自藏神谷 甚至知道是通过什么手段来寻 神域真正去管的人却没有 大家不过是心照不宣罢了 如西念墨这种菜鸟 在听闻黑界神商做的是神革精这种伤天害理生意的时候 当即大怒干掉印从昌的 绝对是少之又少 况且 西念墨当时也不一定是因为印从昌 通过残害与神修士 收取神革精才杀了对方 而是因为他的未婚夫被黑界神商弄来了 当然 最重要的 应该是雷剑山庄不惧黑界神商 伙计听了莫无忌的话 淡淡扫了他一眼 并没有太在意 一看就知道 莫无忌修为低下 资质一般 这种秀士 身上是没有多少油水的 莫无忌黑黑一笑 拿出了一枚戒指 我有神经 你自己瞧 伙计的神念随意扫入了戒指 随即便是眼睛一亮 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他急不跨前 贴到了莫无忌进前 虽说他只是个伙计 但在黑界神商做生意也不是一两天了 也是见过大失眠的 可是今天 他真是被莫无忌的大手笔惊到了 莫无忌的戒指里不但有三条上品神灵脉 而且还有至少数千上万品神经 莫无忌不过区区一介玉神 身价却如此富有 若是他错过了 他恐怕也不配做黑界神商的活计了 大爷 想要什么 可以进去的 见莫无忌收起了戒指 这活计压低声音说 莫无忌大大咧咧点了点头 哦 前面带路 活计瞬间发出了一道讯息 然后带着莫无忌便进入了店铺里头直转二楼 莫无忌半点都不担心 他来着就是为了报仇的 他现在是易容进来 只要这里没有顶级强者 他在灭了黑界神商后便会逃出神域新城 过个两天他再继续易容进来就是了 神域新城的护震哪怕等级再高 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形同虚设 那虚空阵闻本来就是他传授出去的 莫无忌进来的时候 除神落神念早就渗透出去了 很快他就放下心了 黑界神商现在有七名天神修士 羽神伙计二十来人 神军三人 修为最高的 是一名略显肥胖的眯眼中年 神军四层 这伙计将莫无忌带到了二楼一个并不很大的宾客室外 然后对莫无忌说 导游请进吧 我们这里的指使知道导游是贵客 特意亲自前来迎接 那就多谢了 莫无忌黑黑一笑 毫不犹豫并跨入了宾客室之中 在这宾客室里的 正是之前他神念早到的那个眯眼中年修士 神军四层 莫无忌一进来 这中年修士便站起了身子 随手将禁止大伤 笑音音对莫无忌一抱拳 别人黑界神商在神语新城的指使 武经德 道游这是好本事 隐匿共法无双 连我都看不出道游的真实秀为 道游想必是大宗门出身呢 武经德绝对不相信莫无忌的真实秀为是羽神 若莫无忌真实于神 就不会如此张扬地拿出储物戒指给伙计看了 当然 他也不相信莫无忌的修为能够超过神军 超过神军的世界神强者 基本没几个人还在用储物戒指 世界神之所以得名 是因为世界神已经可以开辟自己的世界了 世界神开辟的世界 是以自己的大道为根基的世界 除非那种各道皆修的强者 开辟出的世界会规则齐全 最终形成真正的规则世界 否则的话是肯定不能和莫无忌的凡人界比的 但无论世界神开辟的是怎样的世界 他们都无需再用储物戒指 就算用也只是装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真正的宝物都会被他们用自己的世界裹住 存在于只有他们能够拿到的虚空世界之中 一旦这世界神被杀 那么他的世界会溃散 而他们的东西却不一定能够被对手获得 在他的眼里 莫无忌就算是隐匿了修为 最多也不过天神镜而已 毕竟莫无忌周身灵运不显 道云淫晦 这资质肯定不会太高 莫无忌淡淡一笑 我只是直接称呼我为流星即可 我最近发了一笔小财 想来神语新城 交换些修炼资源 我听朋友说 黑界神商有很多好东西 所以特意第一个来到了这儿 剑莫无忌根本不谈自己的修为和来历 只是说出自己想要交换东西 吴京德也不好逼问 若是莫无忌来自某个大宗门 他黑界神商可挡不住 黑界神商这几年虽然发展很快 但毕竟是个小商会起来的 吴京德仍旧是笑音音的客气说 我这流星道友想要些什么 资源 大量的修炼资源 当然 如果有神格经 我一样感兴趣 一听莫无忌说神格经 吴京德心中一跳 他差点就打算直接用神念去扫描莫无忌了 神格经是什么人需要的 只有御神修饰才需要神格经呢 这岂不是说 对方的修为真是御神境界 吴京德摇了摇头 因为神鹿的绝世强者苍正行 极为厌恶从葬神谷采接神格经 所以神格经一直比较缺货 如果道友不着急 可以先预定 我保证最多一个月时间就可以为道友弄到神格经 而且还是二行的 莫无忌面露失望之色 他站起来说 既然如此 那我一个月以后再来吧 看见莫无忌要走 吴京德立刻急了 他还没摸清莫无忌的来历 对方就要走 这怎么能行呢 流行道友 其实我黑锦身上 还有种任何人都想要的修炼资源 我肯定只要道友知道了 就算是神格经的道友眼中 也远远不如这个 吴京德愚不惊人 死不休 莫无忌惊意立生 哦 什么修炼资源 道友你应该以为凝聚神格只有借助外物吧 但是我黑锦神商已经找到了一种无需外物便可自身凝聚神格的途径 而且凝聚出来的神格比借助外物凝聚的神格可要强大太多了 莫无忌顿时动容 他知道自己的凡人道凝聚神格是无需神格经的 但并不知凡人道之外还有不用神格经凝聚神格的手段 吴京德愿震出了莫无忌便不紧不慢地说 这途径说是害人听闻 我也不敢随便说出来 除非道友和我黑界神商签订契约 否则我也不好透露啊 莫无忌缓过神了 淡淡地说 既然武之士不愿意透露 那就算了 说着他便转身就走 莫无忌肯定对方不会就此罢休 如果想就此罢休 也不会说出无需神格经凝聚神格的事情 吴京德没想到莫无忌走得如此干脆 赶紧叫住莫无忌 流行道友 不知你可听过双子府和双十海 莫无忌一听双子府和双十海 心头就是一跳 他眼前立刻浮现出了天奴的容貌 天奴就是因为拥有双子府和双十海 所以没有第一时间被回去抑制 同时遇见了他 和他临时结交成为了朋友 约定互相帮助 后来西念墨杀了印丛昌 他被西念墨带走 也就没了天奴的消息 事实上 莫无忌对天奴倒并不担心 毕竟黑界神商有神志的家伙全都被西念墨杀了 天奴的毒也解了 以天奴的隐匿天赋应该很轻松就能顿走才是 难道这个吴京德说的就是天奴 这天奴并没有真的逃走 一想到这儿 莫无忌便转过身来说 无知是 双十海确实害人听闻 可这和凝聚神格有什么关系 流星倒有 如果双十海中 其中一个能演化出灵根和灵落 这种凝聚演化的过程一旦被人清晰看见 你说会如何 莫无忌本就开创了凡人大道 听到这儿 他哪儿还能不明白吴京德的意思 吴之士的意思是 你们有一个双字复制 只要我交纳了一定神经 我就能亲眼看见对方演化一次灵落灵脉 然后借助这种演化灵落灵脉的手段 来凝聚自己的神格 当然 这种手段凝聚神格也得看悟性 虽不是百分百成功 不过一旦成功 那神格至少相当于五星级别 甚至会更强 好 我同意了 吴之士请提出要求了 我需要看看这个双十海之人 莫无忌毫不犹豫地说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小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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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